哈喽大家好,好久不见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也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 一直想要录的一个视频 就是当当当当 Shanel的这个双头唇釉 其实这个唇釉真的已经出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但是从它出了之后呢 它就非常的火 其中有一些比较热门的色号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买 所以呢我也是好不容易集齐了这几只 我自己觉得我最感兴趣的几个颜色 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做一个试色 那如果你也对这个系列感兴趣 或者你也对其中的几个颜色感兴趣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吧 那首先呢还是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唇釉 就是顾名思义嘛 一共有两个头 第一个头呢就是它带颜色的这个头 里面呢就是这种比较哑光的唇釉 那这个是做了一个打底的基础的铺色 那这边呢它是一个透明的刷 上了之后呢可以让它的持久力更强 而且呢就是非常水热有光泽感 那它目前的售价呢是380元人民币 其实在香奈儿的唇膏里面 它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价格 接下来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官网上对它的介绍 那它的名字呢叫做双效齿色唇釉 最主要呢就是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叫做一头炫色 一抹厉显浓郁双唇 长久齿色 均匀服贴 那第二个特点呢叫做齿色闪耀 一头锁色 双唇持久凝润 散发镜面般的闪耀光彩 那这就是对它的一个官网上的介绍 这个形容和大家使用感和体验感和反馈来说呢 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今天要给大家试色的分别是47号色 Daring Red 这是一个非常正的红色 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颜色 很多的博主非常推荐这个颜色 第二个颜色呢是48号色 叫做Soft Rose 新出的颜色 从这个管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偏这种 有一点点豆沙色或者这种玫瑰色 钢枯玫瑰色的这种感觉 第三支今天要给大家试的颜色呢 是176号色 Burning Red 它也是一个红色 所以呢其实今天也想给大家来对比一下 这边是47号色 这边是176号色 它们两个的一个区别 如果从管子里面看 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对吧 47号色看起来会更红一点 更浓郁一些 那176号色呢就是有一点点 更番茄一点 最后一支今天要给大家试的颜色呢 是一个相对比较冷门 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个颜色 是54号色 Strawberry Red 这个呢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想要去买 但是我后来在试的时候 我觉得它非常的元气 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试的呢 就是这四支颜色 那接下来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上嘴吧 那第一支要给大家试的颜色呢 是48号色 Soft Rose 比较粉的一个干枯玫瑰色 我觉得它没有什么直调 看起来还算是比较温柔的一个颜色 这是48号色薄涂一层的效果 这支颜色呢 就是我们废话的时候 进去 我们废话的时候 我们废话的时候 就先看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要试的第二只颜色是47号色 是这种比较正的红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只要试的颜色叫Strawberry Red 是54号 这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草莓色 但是其实我也不太确定 它会不会有一点点荧光 给大家试一下 它有一点点像YSL的52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最后一只要给大家试的呢 就是176号 一只要给大家试的试试 好了 姐妹们 那刚刚呢 我给大家已经做好了四支唇釉的这个试色 不知道这里面大家最喜欢哪个颜色呢 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粘杯测试 大家都说它是吃火锅都不会掉 那边呢 我先来给大家来做一个粘杯测试 只不过我这个杯子会有一点点花 基本上什么都没有 大家可以看 我在这里其实能摸得到它那种粘粘的那种唇蜜的感觉 但是你看它几乎是没有颜色的 我的嘴唇依然是这么鲜艳这么红 所以不粘杯的程度真的是 very good very good 那最后呢跟大家来简单分享一下 我对这个唇釉的一个感受 那首先第一呢就是它的一个使用感 其实我觉得它的整个质地和使用感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 它的整个的质地啊 它的质感啊 它的颜色 上嘴之后的那种高级感 它的香味都是非常非常的棒 那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它从妆效上来说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其实今年就是特别流行这种所谓的玻璃唇嘛 包括迪奥家也出了这种唇蜜 香奈尔家的这个唇釉 实际上就是一只唇釉 就可以打造出整个玻璃唇 不归千金的那种感觉 那第三呢就是我想聊一聊它的这几个颜色 那从这边呢是48号色 Soft Rose 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干枯玫瑰色 它并不会显黑也不会显黄 它其实里面是没有紫调的 整个是偏粉的 所以呢即便是黄黑皮用起来也是一个非常日常的 非常温柔的适合通勤的颜色 这只颜色我觉得非常的好 那第二只呢就是这个47号色 A Daring Red 这个颜色是非常非常多博主推荐的 其实从手臂上也可以看出来它真的非常漂亮 而且它的显色度和饱和度 跟其他几只颜色来比 你看就非常非常的明显 包括和176号 虽然它们两个都是这种红色调的 但是它们的这种显色度和显摆程度来说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所以这个47号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54号色这个Strawberry Red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买了有一点点的失败 因为我看到网上的试色 我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粉 但是实际上到嘴上之后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粉 比较适合白皮 黄黑皮如果用它日常来涂的话 我觉得可能并不是特别的衬肤色 但如果你是白皮 或者你是小可爱小甜心的话 那你涂这个颜色也会非常的可爱 那最后一个颜色176号色 也是在整个系列里面比较难买的一个颜色 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偏冰糖葫芦色的 这样的一个带橘调的一个红色 这个颜色呢就是我现在嘴上的这个颜色 它相比于47号色它更柔和 然后感觉更日常更通勤一些 不是那么的明艳那么的张扬 低调一点的红色 我觉得也是比较适合日常通勤来用的 所以从这四个颜色来说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定是这个47号色Daring Red 我本身我也比较喜欢这种色系 然后第二我比较喜欢的就是 176号色和48号色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都还蛮好看的 取决于你想在什么场合上用 好了那刚刚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 它的这个优点和我自己的一个使用感受 那最后呢我想再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唇釉的几个缺点吧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质感和质地呢 虽然说上妆之后很漂亮 但是它在涂的时候确实出现了 有一些博主提到的 它不是特别好涂云 特别是在上第一层的时候 它并不是像唇膏那样那么均匀 我不知道我表达的清不清楚 就是它感觉每次在上嘴刷的时候呢 它好像有一种被稀释掉的 你需要再多点几次 然后一次一次的去涂它 所以涂起来其实不是特别的顺手 特别的好涂 那最后一个呢 我觉得一个小小的不能算是缺点 就它整体来说是比较亮面的 比较闪的这种感觉 而且呢比如说它有的颜色 是饱和度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呢它其实并不是特别适合 日常通勤来用 我可以理解它里面最火的几个颜色 其实有好几个是非常透明的那种 尾素颜的颜色 因为那些颜色更适合 日常上班上去来用 像是我嘴上这种比较红的颜色呢 因为它又特别的镜面 所以呢可能你如果是上班来用 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太夸张了 那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泉釉的表现 还是非常不错的 它的持久力 我觉得是它最大最大的一个吸引力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全部测评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姐妹们我刚刚呢吃了一个午餐 现在是已经吃完了状态 大家看一下我的嘴巴 就是边缘的地方呢有一点掉 但是它的口红基本上还是非常非常的完整 就90%我觉得都在这上面 但是呢相比于刚上妆的时候 外面的那层就是镜面的那个膜 感觉好像没有那么明显了 但是基本上是非常完整的保持在我的嘴唇上 所以我想update一下我的这个感受 就是这个感受的感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